大家好,又來看我的Youtube頻道 經過上次的反忌炒蛋 我也收到很多意見 我會盡量改善 因為我始終是第一次煮食 不要要求那麼高 還有有機會 我會煮給你們吃的 有機會的話 我今天會煮一個茶餐 經常都會點的食物 其實我自己很久沒吃過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很貴 因為它三個缺乏只有麵包 那個就是西多士 西多士最重要是甚麼材料呢 麵包、牛油、蛋油、醬料 我自己就想嘗嘗裡面的花生醬 是這個巧克力醬 我們現在一切準備就緒 那我們去吧 發油味洗碗 哇,好漂亮 希望下次記得洗碗 今天好,我們現在呢 就要打了一隻蛋 我自己呢,就是下 試一下下兩隻 我這樣好像夠不夠 我還是聽不到 麵包 其實呢,我已經開了 因為呢,我看舊的老師傅說呢 要它硬一點,擺兩天才會 我不是開著它擺兩天才會 然後呢,就拿去切成皮 是,是硬一點,軟硬一點 好,先把背包拿去 其實做這個西多士呢 其實都好像都頗容易 好像,最大的問題 是,加油,很多油 不過我應該都是會煎的 現在我就會加這個朱古力醬 我沒試過,先試一下 好像很棒,其實已經很粗食 已經嘗試過的算了 你看,我會堅持,自己嘗試煮一下東西吃 就告訴我,我是什麼的 好的,做到 然後,我們就把豆子也放在這裡 然後呢,我們先把豆子也放在這裡 就可以把豆子也放在這裡 然後呢,我們先把豆子也放在這裡 然後呢,我們先把它撕開 終於把豆子也看到 我以前當豆子也放在里面 但我們先把豆子也放在這裡 一下,我們要把豆子也放在這裡 然後呢,再把它撕開 然後 thr OUR糖 然後再夕開 我們慢慢來 應該什麼都夠了 先拿這個油 再拿多點醃 夠了 沒有了 那我看到老师傅他们是油炸的 那我家子刮刮它算了 也有这个方法的 轻回来就是这样 这边烧锅 然后再放进去 我们现在放进去 很像样 應該像樣 攪了這麼久 樣子終於有點像樣了 原來比較焦點 感覺上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是否很好吃呢? 其實你也能做到 其實也挺容易做 連我都能做到 應該沒有人能做到 你一定可以的 將會下來我會煮更多 懶人食品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 好嗎? Bye